对方突然突破服务器防火墙 我们危险了 一定给我守住 服务器是关公司命卖 防火墙一旦被突破了 公司可就完了呀 不好 我们IPP锁定了 我无法操作了 我这边也不行 无论事 现在该怎么办 别急 我们还要插手键 没空 赶紧出车了 知道了 我反追踪了这些人的IP地址 一共三百二十五个 这些人的手段很高明 反击需要一定的时间 你们都先下班吧 这儿交给我了 你明天走吧 好 好 防御成功 正在启动防火墙 牛逼啊 女工 对面可都是顶尖黑客 你都一打三八二十五 小意思啊 熬了一宿吧 我去补个箱 你们忙吧 好嘞 哎 陈经理 这位旅工是什么来的 这么牛逼 这你不知道了 他可是咱董事长三国毛龙 请来了一尊大的 公司所有的福气 包括即将问世的虚拟现实设备 核心程序 都是他独立人吧 这么牛逼 岂止啊 全世界第二的黑客OW知道吗 那都是女工的手下白子 那岂不是说 女工是世界第一 工作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红是哪位 这位是董事长女儿陈雪小姐 目前刚从国外回来 董事长生病住院 从现在开始 由陈小姐代理公司董事长职位 松松散散像什么样子 拿着陈氏集团的工资 却在这里摸鱼 您听我解释说 够了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今天 我就要好好整顿整顿陈氏集团 看看里面 到底有多少蛀虫 天经 咱们昨晚可是救了公司会面 我们就说了几句话而已 那不是吧 如果没错 这位应该是 刚从国外杜金回来的大小姐 急着刷策的存在感 这 是新冠上任三万火正烧着的 那咱们要不要跟吕工说一声 吕工这会儿 可能正睡着呢 我想这位大小姐 唯蠢到 动不该动的人 要不然 这真是我伙子坟呢 在座的各位 有一个算一个 我希望 大家把公司当成家 把效率当成生命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混日子 知道了吗 看看你桌子上的这些 平时心思都用在这些东西上 拿什么来工作 没有 平时我 还狡辩 不要 你年轻限量款 不知悔改 还好意思哭 你被开除了 还有 待会儿问他 这些破烂值多少钱 赔给你 我们陈氏集团 最不缺的 就是钱 是 不上日子了 还真把公司当成家了 我 你被开除了 好呀 还有大白天睡觉的 醒了 是吗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被开除 我 被开除了 怎么 你是觉得 我开除不了你 拿走 是 就是 够了 HR 这有人干什么的 抱歉陈总 我们这暂时没有这个人的资料 没有资料 你是这个公司的 是 一个月工资多少 十万万吧 具体不好记不记不记不 一个月十几万的高薪 你就在这上班睡大觉 你把陈氏集团当傻子耍猫 放任这种蛀虫留在公司 你们干什么吃的 陈总 这个人应该是总后门进来的 要不然 我们这里不会没有他的资料 是 上班睡觉 还总工程师 我呸 就是昨天晚上通宵加了一手班 现在睡觉了 有什么问题 通宵加班 首先 这是你自愿的 不能作为影响你白天工作的理由 其次 为什么工作不能白天做完 怎么 旅工的白天很忙吗 你还笑 滚 收拾好你的东西 立马混出陈氏集团 老王 老 batt где 农工 老睇 老大 老太子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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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是舍不得 总跟在夜间走 老板 好脏 沉总,那个旅宿毕竟是个总工 就这么开掉会不会 总工怎么了,上班睡觉 你以为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能力吗 喂吧,怎么了 你走得急,有一件大事忘记盯住你了 咱们公司有一个幸福 你千万不要动它 Download Drama Box Watch short series anytime, anywhere